就像是打保齡球四的轿车撞上路旁BMW 被一路推着跑 前方这一对母女根本来不及躲 被硬生生撞上 母女俩坐在地上表情痛苦 但这还没完 驾驶方向盘一个急切冲到对象 撞上迎面而来的宾示车 又撞进烧口店 当时老板听见巨响立刻往旁边闪 但只差短短三秒钟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黑色轿车直接冲进料理台 撞得乱七八糟 驾驶这时候竟然还昏昏沉沉坐在车内 店家赶紧将人拉出 发现他全身浓浓酒气 有了驾驶当天晚上参加尾牙多喝几杯 酒后开车上路只差五十公尺就到家 却一时失控撞上路旁B&W和对象宾市 一共九台气急车受损又撞进店家 驾驶最惊惊酒测值1.18 原来他晚上吃尾牙一时摊杯 酒后还开车上路却失控连环撞 幸好被撞母女推不擦伤没有大碍 而另一台被害车主还是个法官 驾驶酒后上路肯定得为此付出代价 记者连渊兵SG小组彰化报导